总统亲自出马南下 这可不止关键一票 而是要让全党的未来定调 前天地方党部主委改选结果出炉 政国会势力平盘 而英系从七席减为四席 反之青睐系 包括新潮流永延会 隔魁卓榮泰的民主活水等等 一举掌获十一席 全台版图呈现出英侠赖上 这画面也很经典 曾跟黄伟哲交出台南市长的 政国会立委陈廷飞 二零二六也有意卷土重来 投票当天全程紧跟着赖清德 毕竟掌握下届提名权的 新任党部主委 就是赖系的郭国文 而陈廷飞的潜在对手 就是赖系的这一位 赖清德政治本命区 台南市将落谁家还是未知 虽然英系仍掌握首都台北跟嘉义县 但整体大失版图 前总统蔡英文当天甚至没去投票 英系的呼喊恐怕也暗示 不能独候特定派系 但民进党大本营高雄 有意参选下届市长的新系列委 徐志杰支持了人选却输给了 有黄杰的勇言会 未来主委秉持党务中立原则 期待新主委加强党员互动 未来将是赖清德领政的新时代 下一站是七月的权代会党职选举 赖清德有望重组权力核心 毕竟新系搭下了半遍天 当家的就有话语权 欢迎新闻彭冠宁张科台北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明锐